发洪水科技博主如何避险 最近呢很多地区遭遇了特大的洪水 连我的地堡都因为防御不到位被淹了 我就想啊 做个能防御洪水的发明 那你想到了吗 诶 有了 这是我新发明的洪水救援沙发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沙发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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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靠背 往上托拉 咱们呢 就可以往里趴 我这采用全钢筋包裹 大石头来了 也不用靠边躲 那你这跟防洪水也没关系啊 你看这有开关 噢 大 福利底座往外伸 沙发立马 变船身 2.4米成 2米宽 怎么晃都不会翻 EVA高密度泡沫一架 600斤福利 轻松拿下 牛啊 救命固然重要 但是吃喝也不能拉掉 你看这一面墙 都是我准备的救灾物资 医药区 发烧 感冒 止血 止痛 能发生的我都给你想到了 救济粮区 这里还有3-5天的救济粮和饮用水 工具区 救生服 安全带 以及其他的救灾设备 这么多东西啊 你一个人用得完吗 你这样想啊 你看我救了村花 我们两个人坐在这船里面 吃着压缩饼干 多浪漫 哎呦 还村花 你真不要脸 那万一水流很急 把沙发窗跑了怎么办 诶 我准备了一个挂钩 可以把船固定在电线杆上 这样就能静静的等待救援了 诶 你等一下 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测试地震床的时候 一个人被困在里面特别的恐怖 记得啊 所以最近我新买了一台 看视频超爽的荣耀爱的笔记本 加了50部电影10个单机游戏 都发洪水了 你还玩游戏呢 这不是苦痛作乐嘛 反正国家回来就我怕啥呀 对呦 但你这笔记本能有几个小时 没电话不就玩不了了 哦 它可厉害了 能看大半天视频 而且飞行轻便就一公斤 这么轻啊 这算啥 你看这个摄像头 还可以拆卸了前后用 有创意吧 太科技了 我看了后灵机动做了点改装 哪里改装了 诶 我们在等待救援的时候 这边和这边会挡住我们的视线 所以呢 我在这里 做了一个全方位立体侦查摄像头 我还装了个软件 看到移动的人就会发出警告 如果是落水中 我马上就能去救援 厉害 我在这里还开了个口子 可以把我们的迷你电动机渗下去 这样我只用在沙发里掌握方向 船就可以自动滑地受在群众边上 把它救上来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一起看电影 吃东西 打游戏 我还加装了个迷你风扇 谁来了也不会流汗 那万一沙发飘远了 救援队找不到你咋办 我准备了个警灯 这样漂泊在水面的时候 一亮灯 救援立马能锁定你 你想得真周到啊 好了 这个洪水沙发是我今年地宝被烟 也是我第一次经历洪水 感受后想出来的创意 希望咱们一辈子都平平安安用得到吧 一个奇奇怪怪的发明 希望大家喜欢 下期我叫做水理实测洪水沙发 你们说究竟能不能帮助我们成功破困 关注舰长 我们下期见